前面启动 资本正在悄悄布局 作为一个农村长大的人 你是选择继续打工 还是选择趁着风口入手农业 或许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你像资本入手农业很简单 只要做好规划 投钱就可以了 像我们这些小农户 创业者就显得十分艰难 那么规划和方向就显得非常重要 你要想到能为用户和消费者提供什么 要想到他们需要什么 假如说你种出的还是大田作物 在市场上和马路边随处都能买到 那么你势必会受到大资本的粘压 作为一个小户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精 做出精品 做到精致 做绿色健康农产品 让用户和消费者放心 才能提高你的产品附加值 最好把你的生产和管理过程 全方位的展示给大家 这是一块预留的春地 面积20来亩 土地接近全沙化 等到三月初咱们计划在这里全部种上红薯 为了防止这个地下害虫啊 年前咱对这个地块进行一次胜翻 来看一下现在的土壤状态是什么样子 来看一下这个土壤状态 接近全沙化 生饭以后啊 经过一冬天的寒冬 和雨雪啊 这个土壤变得很干 被冻得很酥 在这种环境下 80%的地下害虫和虫卵 将无法生存 这样一来就会省去很多的农药 所以啊 这样种出的红薯啊 才是绿色放心的 另外啊 我们玉洞商丘 地处玉露苏晚 四省交界 北位34.09度 这里啊 四季分明 四季分明啊 就阴阳调和 在这里种出的每一块红薯啊 都带着季节的属性 什么叫季节属性啊 就是春有百花 秋有月 夏有凉风 冬有雪 关注我 咱们一起